大家好,我們是嘉義大學氣管系 我們今天的簡報有源於一般以往的簡報 我們想要給大家有一個放鬆的心情來看我們的簡報 所以我們今天設置了一個情境的模擬 然後模擬當天的宣傳以及服務流程 那首先我是主持人,歡迎大家來到嘉義大學新竹過運 你的寂寞好夥伴的活動現場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歡迎一下我們的校園大使 大家好,我是一個月前在嘉新竹過運所舉辦的 咕草語配比賽,榮獲最佳語配的隊員 那我現在是新竹過運的校園大使 今年度由我來代表學校來支持秀的活動 那可以說明一下這個鋪手比賽的過程是怎樣 我們是用過影片的方式來宣傳新竹過運 影片內容為一龍心竹過運的箱子來拍攝出具有創意的影片 然後來拍,來宣傳當中我們的宣傳影片 哇,真的很不一樣耶 那呢,據我所知呢 每一個校區將會拍出3到5名的同學呢 來推廣我們整個新竹過運的這個活動嗎 沒有錯,我們會在一個校園生會當中挑選出優秀的校園中指同學 然後在6月1號到7月16號之間 來獎勸他們的宣傳能力 竟然讓新竹過運升入到我們的校園裡面 好,謝謝我們的校園大使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新竹過運靈魂人孫悟空 大家好,我們金斗雲勒 還要入校國圈 大家知道嗎 新竹過運不行是快速又便利 而且他有提供很多天性的服務喔 那同學們該怎麼知道出我們這個活動的資訊呢 這邊可以看我們孫悟空的校園看官員造勢活動 我們有BBS、MSN、班級、韓號、班級宣導 這些活動呢都可以讓學生們了解更多資訊 然後更加進我們的新竹過運 謝謝大家 好,謝謝他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有個宿舍的學會司機擺他的部分 那歡迎我們的服務人員 那如果現場有同學有疑問可以來提問喔 請問一下因為本身我是住宿生 所以對於這部分你們提供怎樣的服務呢 沒有問題同學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服務流程的一個檢圖喔 首先這是住宿生的 我們將採取宿舍實地主動式的一個詢問 那對於有需要的同學呢 我們就會伴售直箱給他們 並且留下他們的基本資料 同時跟他們約定時間前來通箱頒過 當然這個通箱是由我們提供交代親自幫他們通箱的 另一方面我們會提供他這個貼心的一個清單 讓期參考 他到底會不會跟我什麼東西以後沒有裝箱到 那在特定的一個時間呢 我們將親自前來幫他們的通箱續箭 那親自呢 幫他們搬運過不到的領域集中 欸那現場還有沒有同學有疑問啊 可是如果同學會是外修生 那這裡外修生的部分你們又提供怎樣的服務呢 對於同學問題很好 對於外修生我們當然也不會錯過我們這樣子的規劃 我們看一下我們流程的見譜 除了宣傳以外呢 外修生我們會擺設一個顧客服務的攤位 讓他們呢 能夠詢問我們的一個資訊 同時能銷售我們的一個新竹國瑜的箱子 那對於有需要的同學呢 我們販售箱子 並且也是留下他的基本資料 那外修生的同學只要在家 風箱好過 風箱完畢 只要打一通電話給新竹國瑜 我們就會在特定的時間 轉眼就在特定的時間呢 前往他道府親自取貨 哇 真的太貼心了 我正是一定要用心 都會把我的物件送回家 欸 補充一點喔 我們這個活動是從六月份就開始的 所以不管你是在校生或者是畢業生 都可以同樣享受我們完善的服務喔 好 欸 可是大家不要走喔 我們還有一個有獎爭拿的活動 大家看這邊就是我們的有獎正當的活動 只要你全部答對 就可以參加我們的抽獎 我們會抽取十名的幸運額 可以免費的獲得我們新竹公運的箱子一個 並且免費的幫你送到家 好 那在以上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模擬情境 那接下來呢 我們做一個結論的部分 那針對現有的狀況以及資源的限制呢 因為本活動呢 的規範以及限制再加上我方的校區呢 有三個校區 那在人力上以及宣傳費用上都會有所分散 所以說呢 整個分散的資源之後呢 我們 我要怎麼努力策略 就是這是我們以上的策略 好 OK 根據我們之前的一個限制 說明定我們的策略目標 那我們這些目標包括有低成分導向 還有我們可知性性是比較高的 那還有效應性以及直接的一個方式 來做我們的策略的目標 那根據那個目標呢 我們規劃出實體的一個實際的活動 包括主動職業市以及低成本宣傳行銷活動 並且以顧客導向提供貼心主流的服務 希望藉此能夠提到新竹過預 再加一點市場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